STORRY BIT 二樓區有很多STORRY 好多人 真的 哇 這個位置看 好漂亮喔 哇 是時候吃飯了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香港現在看樓 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到 很漂亮的Brisbane 後面很漂亮STORRY BIT 今天就來看樓的 去CBD 看一間就厲害了 是這個樓王來的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的 不過我之前介紹的時候 它是未建好的 現在建好了 今天就去看一下一個 兩房兩設的單位 多錢呢 就買個關子 一會兒看完就會告訴大家 還有看完之後 也會想跟大家到處走走走 看看Brisbane 準備接下來 有一個新的地標 是為奧運而開的 其實再過一個星期 它就正式開幕了 就是這個Creamsworth 希望今天 就可以去拍到少少東西 給大家看的 是不是這裡是拿車牌的地方 這裡就是拿車牌的地方 我們就是來這邊 這間Pancake是開24小時 哇 這麼多人 我沒見過這間這麼多人 不知道要等多久 哇 好多人 真的 Pancake Manor 是一間開業超過40年的24小時餐廳 位於一座擁有100多年歷史的 維多利亞風格舊教堂裡面 這裡的環境獨特 而且充滿歷史氛圍 因此在布里斯班一個地標性的餐廳 深受本地人和遊客喜愛 謝謝 那些東西 想了20分鐘之後 終於都來了 哇 這個拉圖很大 是 哇 那是Ginormous 然後我這個是一套的 有一個Creams 有一個Salad 還有一個 我想要一個巧克力 啊 對 我那個午餐桌 :「今天就給我一個pancake頓著的 那些人 都送給我一個巴黏的 遊客 我做到 ident業 有一個巴黏的 什麼 我們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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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間了 差不多到了 所以這間是很新的吧? 很新的吧? 很新的 很新的 這座大廈之所以被稱為柳王 除了因為它有這麼漂亮的地理位置之外 還有它的建築設計 其實是由新加坡著名的建築師設計的 今期建築是以住在公園裡的理念著稱 採用了自然的通風、綠化覆蓋和節能材料 形成了一個具有自然氣息的生活空間 可惜的就是因為這個設計非常複雜 需要用到的特殊材料和科技都非常多 再加上它由於在布里斯班河的旁邊 所以也帶來地基和防控方面的極大挑戰 再加上之前的節目都有跟大家分享過 這座大廈在建築的過程中 還換過承建箱 差點能不能建成都是很大的問題 由於以上種種的問題 導致它足足是遲了 起碼有三年的時間才是落成的 這座大廈 這座大廈很漂亮 我們看這個單位是兩房兩次 105平方米 應該是面向東南面的 就不是對著Story Bridge那邊 是一個全新的單位 好 先看這個廚房 這個廚房是有什麼廁所 這就是那裡的廚房 是廚房 哦廚房 哦廚房 這個是廚房 雪櫃 哦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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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廚房 這是廚房 哦廚房 這裡是有狐狗 哦廚房 哦廚房 洗澡 呀 做什麼 都不斷 哦 好 喔這有趣 這是第一次看到這個 這是一個一個廚房 那裡的地方 那裡是最高級的 有兩間房 先看這間 這間是主人房嗎? 這間似是主人房 但我不太喜歡這裏 我覺得補充很酷 但這裏很難擺放東西 這裏只有一個隙子 這裏有得開窗 這裏有補充 一鏡是有補充的 但我覺得很多時候有化妝品 其實這裏很小 這裏就是廁所 不過它沒有很多的 沒有一個玻璃的門 隔著 它就在裏面沖 這邊也有 它有很多櫃子 它的廁所也有很多櫃子 這裡還有一個很長的 看看這間主人房 現在 今天覺得有點熱 因為今天我們最高28度 有一個小窗 其實真的不太夠 夏天一定要開行冷氣 我覺得今天也很熱 這個景色很漂亮 你看看 對著下面 對著蠻漂亮的 這間是小房 基本上眼睛都看完 第二個廁所 第二個廁所 好像沒有泡河 沒有泡河的 只有洗澡 整間屋是沒有泡河的 我們現在去看第二間了 應該是在這裏前面轉個彎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Meryton 這裏呢 地點卡 找到的號碼 是501 對 我覺得可能是Meryton 來到Story Bridge 不過看不到整個樓 突然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 突然進來乘船 但是 在這裏呢 我有一個小坊 如果你吃面 要回來 可以吃蠻乱 要來 cher 當然 吃蠻難度 沒想到 這一刻 吃蠻難度 我喜歡 你不想吃 我最喜歡的歌曲 我放在我的腳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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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 Queen Street Uptown 剛才那座建築 走過來要15分鐘 所以那邊比較靜 好 風大到,吹了 好,我們現在去 看一下看到什麼了 這個位置好像走不到前面 就進不去 對 角度對面就是 已經是橋了 這個位置看起來很漂亮 最差勁前面的建築沒有開 沒有鏡頭 否則這裡真的很險 看看這邊會不會看得多一點 看得多一點 好像前面看得多一點 Krin's Ruff在Brisbane市中心的一個重要的重建項目 重建計畫中包括了大量的綠化設計 例如屋頂花園和公共錄地 而且還有很多環保設施 以及和Brisbane的文化和歷史相關的藝術作品 預計將會成為Brisbane新的娛樂和休閒中心 先拆一下廣告 82000次 我還要那些東西 會不會搞笑了一點 在這裡 在這條片看起來 她在這條片幾下 嘗嘗嘗嘗嘗 這個是第一次 他就在這裡 直接燃料 玩融客 類開 太陽已經下了 燈到燈了 等到它轉 已經下山了 太陽已經下山了 一條橋開了就好了 下次來就開了 再拍給大家看 先拍一下是不是5毫尺 哎呀 真的5毫尺 我看到了 我們用了1元 就來了這裡了 三個人用了1元 加上走的程都是2元 抖到爛了 很多人啊 你看平日哪裡有這麼多人 週末